今年双十烟火 国际烟火在台中 那这是我们两边之前的磋商跟确定的工作 所以约定好双方今天上午十点钟 各发各的新闻稿 那已经表示确定今年双十国际的烟火在台中 那将近十年之后呢再次举办 那由于台中市已经有举办的经验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相信今年一定能够举办成功 那第三点跟大家报告 今年举办的地点 那双方已经会看过 那最后则定双方则定就是在无期 那之前确定是因为我们台中有争取 那中央也对台中非常善意 所以之前内政部花进群次长带队 亲自来拜访我们的团队 那双方呢同时也举行了工作会议 当然这样的筹备会议一直到双十国庆都会进行 我要特别感谢 特别感谢中央的善意 因为这项能够拍板定案在台中 那除了我们的国庆筹备会的立法院院长游锡坤 他本身的支持之外 那蔡总统 那因为花市长告诉我 蔡总统也很关心 所以我借这个机会也代表台中市政府 像蔡总统以及国庆筹备会的会长 也就是立法院长蔡錫坤 表示我们由衷的感谢 对不对 游锡坤 游锡坤表示由衷的感谢 那我们也向中央保证 那我们会全力以赴 配合中央 双方共同携手合作 对不对